此时在唐三一次次沉稳而凶猛的攻击下 越来越难以支撑的比比东 有了几分大势已去的感觉 他心中犹豫着要不要下达撤退的命令 可是如果放弃嘉陵关 武魂帝国在天斗帝国大军面前 就再无平显聚首的优势 一旦天斗帝国大军配合星罗帝国攻陷 另一边的关口 那么武魂帝国就真的完了 正在武魂帝国一方情况万分危急 城内已经节节败退 两大魂师军团也要抵挡不住 天斗帝国大军进攻的时候 数声长啸 突然从嘉陵关后方响起 听到这阵啸声 唐三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那是六个人发出的啸声 此时他们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 朝着嘉陵关冲来 那笑声竟然扰乱了唐三的精神力 唐三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两个字 供奉 来自武魂帝国长老殿的供奉 听到这六声长啸之后 比比东竟然也愣了一下 很明显 他并不知道这六位供奉的存在 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赶来 唐三猛一咬牙 眼中金光大方 决定趁那六个人还没有赶到之前 先击杀比比东 比比东一死 就算武魂帝国还有大量强者 未来的战斗也会变得容易许多 眼看着天斗帝国大军杀入嘉陵关内 希望即将破灭 比比东产生了以死相贫的决心 而唐三的攻击在此刻突然变得恐怖起来 海神三叉挤上金光大放 唐三已经腾空而起 左手猛的向比比东的方向按去 强烈的黄光凝聚成一个罩子 笼罩向了比比东 比比东只觉得浑身一沉 身体好像重了十倍 这正是唐三的泰坦巨员左臂骨附带的魂迹 重力控制 虽然唐三一直没有全力以赴 但比比东同样保留着自己最后的底牌 他猛一咬牙 一层强烈的红光 骤然从他胸前迸发出来 瞬间蔓延到他整个身体 能够呈现这种效果就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六块魂骨中最重要的一块 身体魂骨起了作用 从颜色就能看出 比比东的这块魂骨是十万年级别 那团红光让唐三极具颤抖起来 一个金色的虚影从唐三背后浮现而起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两道直径近一尺的红光 骤然朝唐三轰击而至 嗡鸣声响起 无顶风波防御环遭到两道红光的冲击 刹那间 唐三手中的海山三叉戟 竟然响起了一阵嗡鸣之声 唐三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面前的金色光环迅速破碎 而他手中的海山三叉戟 竟然被压制得一时间无法再次抬起 无法发动攻击 这一击是比比东早已计划好的 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的攻击 这是比比东最后的必杀技 唐三 刺耳的破裂声中 无顶风波幻化出的金色光环瞬间破裂 刹那间 唐三身前已经被红色光芒笼罩 老师 不要 小巫玉 狐猎娜的警户几乎同时响起